花蓮秀林鄉木瓜溪南側的文藍村落 在地震发生过后出现大面积土石崩塌的情况 翠绿边坡变成了光秃秃的一片 甚至还有两座住宅坐落在陡峭的边坡旁边 地基也因此被掏空了 担心再发生地震或是下好雨 会让附近的房子滑落 让居民非常的担心 山壁大面积崩落 原本翠绿边坡被削掉一大块 变成光秃秃一片 这很危险的方便 这很危险耶 花蓮秀林鄉木瓜溪南側的文藍村部落 在经过天游地动后大量土石摊坊 从仁寿桥南側一路到洪青山庄 都有土石崩落情形 这个已经接近你们的地基这边 尤其邻近边坡的两户住宅更是岌岌可危 不但坐落在山坡边缘地基还被掏空 就怕地震再来房子会跟着滑落 让居民相当忧心 什么时候开始摊的 第一是地震的时候 没办法睡一下 对对对 会不会希望说政府赶快帮你们 对对对 是希望 穆瓜溪提案接连受到地震影响 富凯大饭店都被震到倾斜 那么由于富凯大饭店的大楼高度是比较高的 因此现在是出动曾经协助拆除天王星大楼的42公尺大哥基 希望可以在两个星期之内完成拆除作业 好 另外一边 同事大楼因为受损状况相当严重 楼梯都下线了 现在经过工程人员的评估之后 确定今天不会展开拆除作业 但是也会持续地进行填土来确保大楼稳固 工程人员忙着加装两节掉币 而这辆重型机具是曾经协助拆除天王星大楼42公尺的大哥基 再次派上用场 要拆除十层楼高的富凯大饭店刻不容缓 不过饭店周围腹地小空间受限 大哥基加长掉币作业又占据道路 导致在印土石方的车辆无法进入现场 那就是大岗崖呢 其实它的整个作业的需要的空间非常大 这也就是为什么昨天会特别说 这边呢施坐起来可能会比天王星还要再困难一点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腹地不够大 您透过画面其实就可以发现 机具进出之后呢 整个宽度是占据了整个马路 富凯大饭店拆除作业面临种种挑战 二十四号填土作业预计要填到八米约三层楼高 无奈与市不断重型机具驾驶的视线恐会受阻 这边的镜头呢也只有三个 侧边后面以及最前方的一点点的视线镜头 可以看得到之外 剩下的他们要夹除的时候呢 都必须靠视觉来直接看说 到底要该从哪里夹除 所以他们在作业的时候呢 都会相当的小心相当的缓慢 在灌手没有发动的状态下 实际进入驾驶舱 光靠前方的三个镜头和周围缝隙 视线确实有限 不过拆除镜头 镜射处预估在两周内完成 大陆前也不需要使用H型钢梁支撑 利用土方的加强它的稳定度 然后晚上进行视角的时候 也会同时配合我们监测的仪器 跟测量的工具去确认它的变位量 如果变位量是在稳固的状态下 我们就不会再加行钢支撑 另一边统刷大楼经过一晚的填土作业 已将土石方堆制约一到两层楼的高度 不过工程人员也表示 拆除工程在24号还不会展开作业 但加上重型机具的吊臂 以及从加益运送两台大哥机后 才会开始动工 记者花莲综合报道 高雄岡山路上钞票满天飞 竟然是有糊涂骑士 骑到一半时 把千元大钞从口罩里掉了出来 却浑然不知 路过民众看到这样的情形赶紧报案 园警跟民众蹲在车道旁边帮忙捡钱 后续通知他来领回时 他才发现刚从银行领出来的钱 从口袋里头掉了出来 差点弄不见了 但原本两万八千元 最后只找回两万一千元 马路上摩托车往前 黑歪套骑士边骑边有大量指花飞出来 一张两张三张一大跌数不清 有的掉在地上 有的往后飞 警方货报来协助 这一看不得了 捡的全是千元大钞 那边还有 洒的整条马路都有 其实变成散财童子 钱是辛苦赚的 汽车掉了糊涂骑士 一时间还没察觉 原来当事人是44岁男子 当天从银行提领完 把钞票放在外套口袋 汽车过程却掉出来 洒的满地都是 还浑然不知 路过民众报警 警方加上两名路人帮忙捡 后续通知领回 施主才惊觉我的钱不见了 赶快放进包包里面啊 为施主张先生 寻回两万一千元 其实原本有两万八千元 领来当家用 途中掉钱 后续找回两万一 已经算庆幸 就当一次教训 下次钱要放好 毕竟赚钱不容易 记者萧志远高雄报道 一名富人到新北市新店的一间家居卖场消费 疑似就问了一张三十元饮料兑换券使用的问题 在柜台前对着店员大声咆哮 当下他连猪泡似的质问要求给答案 连旁边的丈夫想出面缓夹 也被他怒骂甚至踹了一脚 争执过程让目击民众全看傻眼 富人怒气冲冲 双手抱胸相当激动 在柜台前对着店员大声咆哮 连猪泡一般 就是要店员给个说法 二三日在新北市新店的家居 卖场 富人与店员爆发争执 疑似店员不让富人使用三十元的饮料兑换券 让富人大暴走 就连丈夫要他冷静 也人不妨被猛拆一脚 暴怒画面全被其他消费民众拍了下来 在网路上掀起讨论 因为就三十元提供券 就是真的不行就算 实际询问家居卖场 这个兑换券是卡有限定才能买 但富人没出事卡有证明 员工先误会他不能使用 富人才会这么火大 经过厘清 终于兑换到饮料 虽然店员误会这些 但富人激烈的言辞 似乎反而让自己从有力变得有些无力 结账报道